所以第一个看得出来 目前入门部分占61.9% 看起来好像 我们这一班好像以入门为主 其实我发现不同的班期 或者不同的梯次 那个程度都不一样 有些其实很高 甚至有一些是高阶的同学来上课 我们这一班好像看起来 61% 那38% 那还因为填写只有21个 所以可能还有几个同学还没填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入门为主 所以我们进度 我会稍微调一下 就是说会随着大家程度 我们跟上会做一些 进度上的那个调整 那希望上课以哪温为主 最多同学是选这个制定函数 那所谓的制定函数 就是有别于内建函数 内建函数大概250几个 我刚刚有提过 那除了那一些功能 它有提供的 那如果没有提供 你必须要制定 那这个特别注意 所谓的制定 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其实就是用VBA去做 也就是用VBA去定义那个函数 那VBA主要 它有两个主要功能 如果你要做的话 一般实际上第一个就是制定函数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像按钮 有没有 如果你按下它 它就啪啪啪啪全部做完了 那那个东西 其实名称不太一样 这个函数就Function 那这个按钮的话呢 在VBA里面它叫SUB SUB SUB 那SUB实际上就是 有点像是 死吧 或者是下一阶的意思 就是有点像是 或者叫翻译叫负 所以下一阶的程式就副程式 或者叫纸程式也可以 SUB 那这个SUB的话呢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产生的 也是SUB 有没有 如果你有录制过聚集 那也可以产生按钮 那个部分也是SUB 但是那个录制聚集产生的 是程式帮你做出来的 但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就是你要自己会写 当然你也可以跟录制聚集搭配 比如说有些功能你不会写 那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再做修改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录制聚集也是一个阶段的方式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看得到 第一个大家对那个录制制定函数 有比较有兴趣 第二个的话 就是表单设计 里面的话 假如说你要能够让VBA 做一些像介销纯的动作的话 比如说像输入一些资料 可以用表单 但难度也其实还蛮高的 你们选这两个 其实都会有点难度 那其次的话 没有关系 漫步就班 如果有些细节没有听懂 我把它录下 你回去再反顾听好了 因为说真的 很多地方不太可能讲太慢 如果一连续讲完之后 你某些部分忘了 那没关系 回头再把影片上面看一下 因为我讲应该OK 那我也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YouTube应该大家都有用过吧 而且现在影片 那个画质不止1080 连4K都可以上去的 画质应该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录下来 大概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那声音的话 就是我现在讲的声音 只是说可能会有一点点 那个音质上面会有落差 也许跟现场听的 还是会一点点不太一样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高阶的进阶函数 就是说 SEL里面可能有很多函数 也许你会用的有限 有些很重要 你可能不会 那没关系 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真的很多 我发现很重要的函数 可是很多人却不会用 那怎么办 你就不会用的话 结果其实就会差很多了 那再来的话 还有所谓的入资聚集 这也是重点 其他的话 再来就是多工作表的汇整 不过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VBA里面 基本上我们入门班 还是以单工作表 或者两工作表的资料整合 但如果多工作表 程式会非常的复杂 而且困难 那你必须还是先把基础先打稳 不然的话你后面的东西 会比较辛苦 那我是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分两阶段 其实还有更进阶的阶段 不过我觉得我们按部就班来会比较好 否则的话有时候讲太难 你可能听不懂 吸收不了 反而是障碍 反正有些城市 很多人学了之后 会开始有挫折感 为什么 因为老是讲太难了 你又做不出来 那你就开始想要放弃了 但我比较不希望是这样的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学了都可以做出来 而且真的能够在工作上发挥效益 这是我比较希望的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呢 因应兴趣事 还有呢 单纯有兴趣 另外对工作有 其他的话 还有学习常用的程式 还有未来指南 对 其实工作上我刚刚讲过 现在很多那个金融业 证券股市等等 他直接把VBA跟Python 列为必要的专长 你想说 其实我学商的 我怎么要干嘛学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吧 股市资料全世界这么多 网页上的东西 你总不可能说 突败都应该慢慢来吧 即便你找几十个助理 也没办法 你干脆写程式一下就搞定了 等于你会写程式 至少比你请一百个助理 有时候还更好用 那你还称是自己跑吗 而且呢自己run 自己告诉你结果 自己帮你分析处理 你最后只要看到 最后的那个报表就OK了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大家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待会请各位先到 我刚刚讲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我就写在白板上面 那你们就输入上去之后 待会请各位做第一件事 找到范例档 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方式记得 因为我就登录了 所以你们将来可能看到 应该是长这样子 你就是找到范例档 OK 我是建议你用那个 Google浏览器 尽量不用IE 用IE可能会有出问题 然后接下来按右键 下载 或者是你点两下 这边也有个下载 OK 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用Google的 Chrome浏览器 它会在下方出现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左下角这边 那左下角的话呢 一般要不就是直接开启 要不就是什么 在资料夹中显示 它会帮你放在 那个下载的这个路径 其实就放在这里 你的那个下载里面 然后你把它怎么样 要不就是 我建议就是 你干脆就是存在随身碟 要不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放桌面上 那我的习惯是搬到桌面上 但是它现在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请你怎么样 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OK 或者你开启它也可以 你如果解压缩全部 它就直接解压缩 到桌面上有个范例档 打开来 第一个就是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第二个就是逻辑 一直到解释与参照 那我们大概课程的设计 主要是讲解 那个 Excel里面的五大函数 那这五大函数是最重要的 这五个类别 那这五个类别 除了会跟各位先讲一些 Excel的函数使用之外 会再跟各位讲 如何把它变成VBA 也就是如果你函数做得出来 VBA也可以做出来 那两边其实是你可以比较一下 那当然最快的方法 当然就是希望你会用函数的话 那将来你也会用VBA 同样的方法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先讲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所以你就把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打开来 找到第一个范例 第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我们打开来之后的话 反正基本上上课流程 一定是先讲函数 再讲VBA 函数VBA OK 那当然有简单到再复杂一些些 所以呢 请各位就是下载解压缩 打开之后的话 打开这个范例档 并且想一想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先启用编辑 我的问题是 综合练习里面呢 我希望把这个手机号码 帮我自动产生 它的来源是从后面三个栏位 所串接而来的 那串接得到的那个结果 是要长得像这样子 所以呢 这边的话是09 后面这个叫做业者 所以0911 然后一个1杠 minus符号 后面的话呢 84如果两码就补一个零 如果一码就补两个零 如果没有那就补三个零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用什么方式做最快 这三个串接过来 当然如果你不会 你就是最笨的方法 就涂拔链钢 稍微快一点的方法就是什么 这边可能最大问题就是补零 补几个零 有没有 如果 所以这个逻辑 我这边有提示了 你可以用什么 REPD加LEN REPD是重复 重复什么 repeats repeats几个零 LEN是什么 算他有几个字 如果他里面只有两个字的话 那补一个零 为什么补一个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3去减 3 减掉LEN 这里面有几个字 然后回来之后 就知道说要补几个零了 零的话 你就帮他补到这边来 OK公式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里面这边有稍微提示 但如果你对于REPD LEN不熟的话 你可以再把前面这边有几个练习 稍微做一下 待会的话 我会跟各位讲 第一个函数怎么使用 第二个如果我要加快速度 如果每天每天我这样子 那太慢了 所以有没有方法 可以产生按钮 按下去 自动完成 OK那就是VBA 那方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就是进到那个 我们的云端 范例档里面 这个下载解压缩 记得找到里面的那个 我们会分 5个阶段 所以你先把第一个先打开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已经进到我们课程 所以 往后的课程设计 就是五大函数 里面当然第一个有什么方法 不过我们这边是比较活的 找出最快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用海数来做 你也可以用VBA来做 甚至我们中间如果说 每天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你可以用录制聚集也可以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多元的 让各位了解说 如果你以后做事情 其实最后呢 用VBA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做完了以后就产生按钮 要不就是产生制定函数 就可以自动的完成你要的结果 非常方便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问卷 如果没填的话 第二个是下载那个 范例档 好 好